回到第三次的《比利晚報》 回到第三次的《比利晚報》 他都說了我要說的事情 應該說報道了案情 那些網友的評論 都可以有些值得參考一下 那是否不適宜在馬路駕駛呢 如果這樣的事就要吵 就要打架 又真的不太適合 那其實呢 我反覆看了一段片 首先我都真的要覺得 這個黑衣男五十歲 他是有些問題的 有沒有必要下車 老實說 我們不要管阿叔的駕駛man 也都不需要你 是否他先推你或者動手 叫你路沒有去 閘一閘車 他的駕駛man不是那麼好 咳線 接著都去到對面 大家拿到一條線 人家都開走了 那其實就開車了 其實在這些環境 如果我是黑衣男 我屌他都未必 我屌他都未必屌 因為我經常都有這些情形 那就開車了 再不是真的 屌你老母阿叔 是這樣而已 下車都沒有必要 你亦都好彩 現在就抓你普通襲擊 看一條片之後 是否可以說 智慧又不會 再幹一龜 就打架 和解 我不知道 你沒有打死人 那就撿贏 不要說你一定打死那個伯伯 那個伯伯未必很老 不過他沒有頭髮 衣著老人 可能六十多歲 他都可以打死你 其實 有什麼必要呢 即是說香港人幾乎臭 好了 他開車 老實說 大把這些乎 不打燈 大把這些乎臭 死亡 我呢 所以 我就真的很幸運 我認為我自己 我這麼暴躁的人 我當然有出現過這些互吊 這些東西 在我整個成長的過程來說 但一般來說 我比較 我真的比較 好開車態度 好有閒事 不值得我去吵 為什麼呢 可能我平時 都算是夠的 你知道很多人 吵你被人吵到 公司被人吵到 混蛋 在家裡的老婆 每天吵她 沒有用也好 忍到 吵你了 好沒有 在車裡爆 很多 我認識很多 吵你了嗎 可能我沒有這件事 因為我平時都爆 吵你了 當然我有些東西要忍 但平時我盡量去找些 譬如我每天做節目 都可以吵高一點 我也不知道多人 好了 那就開始走 他沒有打燈 也不是閘得好死 其實你看 再看這條片 最源頭 本身 因為他們 還沒開始 咳過來的時候 那邊的左線 是有一輛巴士停在 所以 我們把豐田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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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正在 Brok 都不知道是左線還是中線 中間 因為那裏是快拐過來的 那他呢 我很懷疑 他是意圖想著 我現在去中線 而那個 零字友 即是黑三男 他是想著去中線 他就覺得阿伯咳咬他 那大家可以就可以 然後就拿回幾條線 例如阿伯先走 其實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你無緣無故這麼吵 就下車 開人家的門 我不知道 下車屌也好 開人家的門 老實說 臂部男 黑三男 我不知道 如果你看到車是一個恐怖大漢 你會不會開他的門 因為這些情況 我都不知道試過多少人生 其實你開人家的門 推你都很正常 是啊 我人生中 我都試過多少這樣被人開 我一下車 他希望我 嘗試一下 就弱了 我不是說我可以打的 不是說我兇的 你開過他的門 把他想 好了 阿叔就推他 這個是的 阿叔先推他 阿叔也是不至 幾十歲人 你根本不應該下車 你怎麼開過車的門 你怎麼開過車的門 有時真的要練修陽 喂 抗生 那怎麼辦 哥哥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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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嗎 這樣就沒事了 你下車 一推他 大哥就開球 好在這次沒有打死人 沒有大事 如果不是 我真的想跟大家說 是不值得的 是不值得的 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你香港人是很操 這些操 是不是社會形成大家心中有操 不要賴社會 沒有得不賴的 是整個城市充滿著這種氛圍 八十年代沒有嗎 有 是真的少的 那時候少了 因為你沒有電話 不要跟我說這些 我是經過的 那時候是沒有電話拍的 但一般來說 你是沒事的人 其實講來講去就是那個代價 或者 我的工作是OK的 我晚上 因為我現在跟朋友去玩 我睡的時候跟你吵 你怎麼坐午餐的時候我去玩 又或者 被人抓了四十八個小時 或者被人告的 你妨礙我去旅行 你妨礙我去賺食 你現在的代價 喂 女人反午餐也是 又或者一些不是經濟的問題 誤信心 沒有必要 所以你說 眼睫也未為真 一開始就說 喂 打老爺 後來就 叫做一些逆轉 但我覺得都不需要大逆轉 這樣兩個都有問題的 不需要 閒事而已 嘩 現在這樣都要打 我搞你 我真的很嚴重 每天這麼多人 多七人 特地星期六天 開車出街 多多 我就搞你了 我在 沒空 好了 喏 這一件事 道指 道指菲利安 今天講期至二 我因為要縮短時間 不要講我那麼長 高谷警員 李大致 李大致 他說當日早上七點 接報就去到龍美村 這個案單位 龍美村真是不能想你死 六個鳥一單又一單 屌你了 我想龍美村 我自己做很多龍美村 但是他當年 我想現在來講 都真的會有影響 當然有了 你聽見名字 全香港有這麼多村 那條村 聽見名字你就不去 看都不看 對 看都不看 聽見名字的 甚至乎可能 有些不熟悉就不熟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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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 他住那裏 即九龍 他們買那裏 攜了那裏 加多利山 走完腳那裏 我想都分分鐘有影響 哈哈哈哈 他不是在那裏死 謊言 他不是在那裏死嗎 蔡天鳳在那裏住 不過加勒失不見 二馬起嗎 好了 那麼 李大致說 他去到現場 這個案單位的時候 他發覺死者 已經是身體冰冷 沒有呼吸 住一樓的死者 那當時 他去到現場 就是死職的老爸跟他說 早上叫醒死者 不過發覺他叫不醒 所以報警 李大致去到現場發現 他沒有呼吸了 好了 李大致說 當時的單位裏面 除了死者爸爸之外 另有兩女一男 一個就是死者媽媽 就是馬如根 一個就是男被告 即是死者媽媽 死者爸爸 和另一個在那裏住的姓張的女生的師傅 即是那個張子才 其後 李大致就向兩名被告作出調查 男被告就跟他說 他是女被告的茅山術師傅 即是媽媽的師傅 李大致就說 他是死職的媽媽 就跟他說 說死者有聽寫障礙 三個月沒有求醫 三個月都沒有去看醫生 好了 李大致就確認 死者是房間在神壇的左邊 但當時他沒有發覺死者身上有傷口 後來發現 咦 為何死者的左上臂和雙腳都有紅痕 另外看到 房間的牆壁 有些黑色的刮痕 和血跡的痕跡 他覺得很有可疑 立即通知小隊指揮官 派人來封鎖現場 而且他安排小人 在神壇對處坐下 不要動 等調查隊 和法醫到場之後 李大致下午兩點鐘回到警署 同一日六點半 返回單位 張涉案人士 大返警署 其實我到現在 即是第二日控告 我都不明白為何 即是 我想一定有些 他們一定 即是死者爸爸和那個姓張的女士 多少是有些 involved 我不是說他會動手 但見到這樣 你都不去制止 我覺得也很有問題 你驅鬼驅到 找一條假狗 都通了 不是吧 好了 李大致在辯方盤問下確認 他說在事後錄取後功 曾提及他 向死者的父母查問內容 死者的父母說 2019年7月開始出現古怪行為 會自言自語 用頭撞牆 又不喝又不吃東西 但會偷偷喝酒 爸爸和女被告 就是媽媽 當時也有叫女兒去求醫 但他拒絕 另外李大致也確認 確認 在死者的房間裏面見到一個袋 一個啡色袋 寫著 I am possessed by demon 即是被魔鬼擁有 佔有 即是鬼上身的袋 不過就不肯定 袋上面有 有沒有stay 又可以靠近這個子 OK 那些是我的袋 在法庭上面 老實說 你不需要理會是否惡靈附身 或者是否精神病 你這個呢 就想去合理化 即使他真的惡靈附身 我們證明不到 現在死了 精神病 去合理化 你跟他做這些法事 其實問題就是 你沒有做這些法事 如果你有的話 是一個合理的人 你問我 如果我是陪審團 這些人是陪審團的 是不會去到這樣 是不合理的 一定是 整整都不知道 一定會告老謀 因為你是一個合理的人 幾十歲 你不是按鈎 是吧 但是他父母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事情 他媽媽還要去買一隻假狗 黏人線 即是黏人線 有什麼 各位 有很多網友是學法的 有什麼 你們學過的法系 是 要將一隻假狗通到那個梯子裡 我都未聽過 好了 好了 我們兩隻熊貓來了 那我 就忽發其想 就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是 就是究竟熊貓肉 好不好吃 是 OK 因為老實說 我當然不會吃這些 對我來說 都說養的是野味 但是我認識一些朋友 包括在馬來西亞 我們的老友記 他現在都不吃 但是他們成長的階段 那些什麼都吃 什麼都吃過 那些羊頭也吃過 那些那邊沒有紅貓 那些有什麼 綠筆象 四筆象 那個模 那些事 那些羊頭 對 鵬頭也吃了 那些魚 即是那些刮 比如說 魚不料 娃娃魚也吃了 紅 蝦 蝦 都吃過 蝦 蝦山上 黃河山上 那一類 對,因為中國人真的有一種背脊向堅持人所食,他們真的有一種中國人,貓頭鷹,他們甚麼都會試, 其實,為甚麼我想想這件事呢?因為《本草江木》除了講那些草藥,如果大家有看過,當是書去看,當是小說去看, 它差不多萬千的植物、動物都會很細緻地描述它的功效、味道等等的東西, 是的,有的,但是呢,於是我們去台灣,熊貓沒有,而熊貓呢,我看回,我繼續有資料, 只有你說,你這麼想,不是我上網看的,剛剛今天,熊貓之前那張介紹炮, 炮呢,他怎樣形容呢?李時珍就說,炮胎至尾,為八真之一,炮胎,我估計就是胎盤, 炮胎盤,我說,很好吃,是八真之一,炮胎盤,我不要理會這些,炮不要理會, 接著就到熊貓,然後熊貓就是介醬,我專門這樣講,其實全部都有, 醬是甚麼?醬,奇盤肉,灼食,就是… 醬,有的醬 醬 醬吃,羈味, 醬吃是用燒,燒烤,這個醬,這個醬, 醬吃我就不知道是甚麼,甚麼吃法,沒有空去找,因為很趕, 就是醬吃羈味,大份醬肉也能吃一個, 反而大熊貓,為什麼要講象和豹呢? 因為前後你也有介紹它的功效和味道 為什麼熊貓沒有? 可能是阿里士真不認識熊貓 還是它沒有試過呢? 但是熊貓以前未必是那麼認識的 大家要搞清楚熊貓其實是熊人的朋友 就是熊貓的動物 甚至乎是雜食的,不只是吃齋 熊貓的肉是怎樣呢? 首先要講清楚 不要講俄國的法律,偉大祖國 講香港法律似乎熊貓都應該不能吃 所以我們想都不要想 純粹是做一種學術研究究竟有沒有人吃過呢? 跟著我看,原來有人吃過的 首先看看 熊貓原來在化石 一萬年前,甚至乎一百萬年前 已經看到有些熊貓骨頭的化石 什麼叫熊貓骨頭的化石呢? 是在人類的為止裏面 那考古學家推斷是什麼呢? 是當時的人類將熊貓 暴殺來吃 於是乎吃一塊骨頭 就變成化石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化驗方法找出來了 好了,但是李時珍本書說沒有記載 不過不要緊 熊貓,我們只要講熊貓在這裡 原來在80年代 四千一個農民設立一個陷阱 打算抓章子、狐狸、穿山甲的東西 誰想知道 竟然跌了大熊貓下去 這個叔叔在大山里 當然這些農民是完全不會有法律常識 因為法律是什麼都不知道 咦,屌你怎麼有隻熊貓 突然想,屌你怎麼想 因為當時當然是國寶 他怎麼想都沒吃 屌你怎麼想都試過 還沒吃過熊貓 於是乎 他就將一隻熊貓 皮和肉 整隻拖鑽回去 他一開始本來想著 根據他後來講 可能他那時候被人捉得怕 就說 他見到捉了那隻 也不是章子來的 是熊貓 就打算放他 但是發現他的熊貓都死了 死了的東西 當然不要浪費 等著我們在武漢他講 如果你死了的話 要丟掉他 不是吧 於是乎他 就將熊貓回去 他說很簡單 他用柴火 將他的毛燒掉 然後他都OK 就用來飛水 其實大家煮肉很多時候都要飛水 不用我講 如果你有材料 到這裡沒有什麼 四川就不知什麼煮法 如果我們廣東人 都是估計到這些熊貓 找到一些薑 蔥 飛一飛 走一走 飛水 或者走油 其實走油和飛水有什麼分別 走油是什麼 你 不是那樣東西來的 追割的效果是一樣的 你飛水飛走的那些水味 只要血水 那走油是什麼 走油先讓它熟了它 先浸 哦 即是我要做排骨 我飛了水之後 如果那個菜需要走油 我都要走一次油 是兩樣東西來的 你只要用咕嚕排骨炸 是兩樣東西來的 那紅貓肉要飛水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飛水 它說很簡單 它說呢 它摸了毛之後 撐了內臟出來 就把那隻熊貓 斬了這些肉 然後放在蘿蔔一起去燉 但是燉好之後 它發現那些熊貓肉很難吃 於是乎 就全部拿去餵豬 餵豬 餵豬 但是那幾天煮了 就吃了一整隻熊貓 好了 那我們想了 嗯 千菜我不知道 但是日常的村菜是否有濃味 又是辣椒 又是辣椒 又這樣那樣 那當然不會太難吃的 那如果用村菜的做法 這些農民它有什麼做法呢 那為什麼會這麼難吃呢 因為那個熊貓 好了 第二 如果是一個農民 它對味道的要求 應該沒有那麼高 應該 它都覺得難吃 嗯 那可能熊貓 熊貓真的很多難吃 但是熊貓很難吃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難吃 那我們怎樣弄好它 那我們再參考了 那既然我剛才說 熊貓是和熊的朋友 那應該和熊 即狗熊 大灰熊 或者那些黑熊仔 是味道接近的 那熊是什麼味 我又上網看 就是重慶市攀銀協會 有個副會長說過 他說熊掌當然不好吃 說好吃的 他一定是沒有吃過 他說為什麼呢 他說八十年代 他專門是和人做熊掌的 八十年代在大陸 有什麼人可以吃到熊掌 八十年代 我們開放表你都沒有 很貧窮 是啊 是啊 他說當時 他說熊掌的味道是什麼 他說熊掌只是很糯 很糯 大家想到 很軟很糯 他說跟牛掌差不多 他說如果不做好 還會有很重的酥味 那就是由剛才我所講的 為什麼酥味呢 酥味就是看起來的脂肪 酥味就是脂肪 熊貓我想多脂肪的 運動量有這麼小 近代的熊貓 對嗎 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 很多部位 它是不好吃就很難好吃的 即是不會特別好吃的 我想你飛水 熊貓 比味它 它不會太難吃的 我覺得 你怎樣也要炆一下它 煮一下它 是啊 你自己就下味 花燒八角 這樣會難吃 炆它一定要 但是一定要飛水 飛幾次 那些 蔥 漿 炸了才 令到熊貓 沒有那麼鬆 羊是怎樣 羊是甚麼飛水 但是羊的人喜歡吃鬆味 這皮炸一炸 OK 做豬油炸 不是啊 其實熊貓 當然不會殺它 但是如果熊貓死了 又不是有病死 是否可以試一下呢 各位網友 不要說我們愛不愛動物 如果有隻動物真的要死 它要死 又不是生花鬧 這些東西 你們會不會吃呢 會不會試一下 人生一輩子 它不是因你而死 反正要死 不如按一下我們 真的很難不說 不過熊貓愛吃 我覺得沒甚麼興趣 如果中華愛吃熊貓 會怎樣呢 弄完完之後 還要把熊貓頭放在那裡 很厲害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謝謝